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协助清扫 也教导如何后续维持居家整洁 由父母亲做儿女的榜样 别落入恶性循环 厨房里脏乱不堪 志工动手清扫 这台冰箱早已故障 放着站空间 大家合力搬走 陈女士跟先生育有四男一女共五个孩子 最大的国医 最小的独小医 一家七口靠先生摆摊卖藤椅 加上一些补助维生 由于孩子多 陈女士又不善整理家务 导致内外环境脏乱 影响维生 此季志工动员 协助清扫 过程中陈女士跟孩子们也一起帮忙 体会到一个家的整洁 是需要家人共同用心维持 清扫过后 生活空间变大了 志工还为他们安装了新的洗衣机 希望帮助这一家人可以过着更干净舒适的生活 大海新闻 真上美志工谢松山 彰化报道 农历过年之前 慈继在全台湾各地社区陆续都有举办岁末祝福活动 包括昨天下午在新店进司堂的场次 台上精脏演技 震慑人心 志工群最后是排成了同心圆的意象 还簇拥到上人跟前 发心令愿 盗气回荡 两千多位慈祭人入经葬 诠释佛法精神 善法种子源源不绝 今年新受证的苏执磊四岁开始跟着母亲担任志工 从慈少 慈青到大学毕业 从事艺术传播工作 不忘关怀社会 很小的时候就会跟妈妈上街头去募款 会参加就是古娟的宣导 所以其实我在那时候刚成年二十岁的时候 就马上去古娟建党 你真的走到了 例如说灾区啊 或是你真的去看到这些苦难 其实你会觉得自己真的非常的幸福 真的是非常有福气的人才有付出的机会嘛 受证行列中也有引法志工 与家人共行菩萨道 就是做善事 而我是做环保 是师兄 师姐 他们讲的话都给我花喜充满 所以我就叫我媳妇也赶快进来 这样子 那我们就今年两个一起受证 生老病死无偿 却激发生命力 受证溶洞林玉凡 十八岁那年刚进入大学 一场车祸脊髓损伤 却开启另一扇窗 肚脊以下都是没有知觉 没有感觉 那也不能走 要捏要打都不知道 那个慈善的活动 那我就去里面当助教 因为也蛮喜欢打球的 那就是陪伴着小朋友一起成长 要看到还存在着拥有的东西 然后把它给发挥良能 林玉凡受伤后担任志工 关怀年幼 长者 贫困者 艰苦之福 贡献社会 你会有体验才能够深入 才能够深化 人间爱与善 从教育扎根 六十多位校长在校园里推广 Pugamo线上学习平台 并且与慈激长期合作 关注环保 防灾 节能减碳 参与岁末祝福 慈激在对于我们的生命教育 或感恩教育这一块 其实也是学校教育 因为我们希望说孩子们 从小要懂得就是哀悟喜悟 要懂得孝顺父母 要懂得吃恩惜福 要为天下人间要去完成 不管是医疗教育 或者是天下救灾工作 广邀菩萨进来 看也有第四代的代代相传 勇于复出承担重责 一人极为光 汇聚照亮世间路 大爱新闻 陈宏利 邓应中林立一台北报道 一方有难 十方持援 日本强震进驻第八天 政府救灾总动员 慈激日本分会也是在日本登记在岸 行之有年的NGO 由东京志工和具有丰富 日本震灾经验的慈激志工陈金发 三天前前往了能登半岛的南部地区 血水丁以及七伟市堪灾 现在也由陈金方师兄返回台湾 向上人报告所见所闻 上人非常关心 也了解大家的助人心切 同时叮嘱 一定要尊重当地政府 方才能行事 做出有规矩 何疑的付出 我也很感恩上人 在下午四点多钟 我们这里的时间 上人第一手就知道日本的灾情 南丹半岛地震 慈激志工陈金发第一时间冲到日本 昨天刚回台湾还没怎么休息 大清早便赶往新店金司堂 向上人报告灾去的第一手讯息 那一天我没有讲什么话 只是内心很着急 那么东京的师兄姐很快就组织 所谓的灾后的救援的团队 也很感恩上人 容许我在三号就到日本去 慈激志工陈金发深入灾去 才发现状况并不如想象的乐观 这个地方有百分之八十左右 甚至八十几的房子全倒了 你说这个不严重吗 这个城都快没有了 房屋上泄了气的皮球 瘫软在地上这是陈金发亲自勘查的现场 石川县血水丁约有三千户住家 目前政府只调查到一城 当中约一半被列为围楼无法居住 住在这个避难所里面 他们是没水没电 已经一个礼拜了 毛毯应该是有用的 我们毛毯很轻 但是很温暖 能够跟当地的救灾中心来回报 我们有这个物资 这个物资假定他们愿意 我们可以从东京就马上可以送到当地去 上人放不下受灾民众安危 随后便连线日本分会想了解现况 第一个就是在物资 那在物资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一次也有带毛毯 那天上人有跟我们指示说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毛毯拿给他们看 总而言之 我们能做的 我们有的 都是尽心力去付出 一定要配合工部门单位 这样收整机 日本的遭遇除了慈善团体动员 台湾民众也一起集气 为他们祈祷 希望受灾民众能顺利挺过灾难 重获新生 大爱新闻 王以千 许英豪 田志忠 台北报导 现在您画面中看到的重灾区 则是位于日本北陆地区靠海的沦岛市 道路几乎完全中断 车辆无法通行 轮岛现在形同路上孤岛 很多村民现在只能够徒步翻过 看似悬崖的大裂系 领着物资背在身上扛回避难所 轮岛市也因为当时海啸来袭 首当其冲 还有地震过后剧烈晃动 海底隆起了三公尺 现在海路空交通几乎都是寸步难行的 包括在路上交通部分也是持续中断 小用直升机空投物资也很困难 因为当地的恶劣天候下雪或下雨 直升机没有办法顺利起降 博右路被震税解体 变成一块块碎片 完全看不出原本的面貌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民众只能徒步去领取物资 再翻山越岭回家 一夜表示他住的下山丁 离这里6.5公里 他花了整整三小时 才走到隔壁的光浦丁 领取必要的物资 他也表示下山丁 目前还有500人 这些人数却完全没有被政府计算到 如同路上孤岛 日本国土地理院在地震后 发现石川县从株洲市 轮岛市到志赫丁一带的沿岸海底 露出水面 总长度约85公里 其中轮岛市接越湾一带 海底隆起约4公尺 海岸线也朝海中推进约200公尺 光是株洲市到轮岛市沿岸 约50公里范围处 陆地面积就扩大约240公顷 渔船无法下海也无法靠岗 专家分析地震是因为断层移动所引起 但当两个断层上下移动时 原本是海底的部分就会往上超过海平面 也就成为所谓的地面隆起 国土地理院也提醒 这次能登半岛强震 发生在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大段层上 而且地震活动范围已经越来越广 大爱新闻 廖万语编译 下段新闻将由资深编译彭欣怡 翻转大家对于后纸版的科本印象 她也能够是正在立起 休息一下再回到新闻现场 我的阿嬷有一辆小车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 就开往不同的家 阿嬷 阿嬷是福天志工干事 负责维持桃圆禁四堂一楼的环境整洁 虽然他们只是拖地 打扫 看起来十分简单 却让人任何时候走进来 都感觉到舒服 干净 做福天比较有功德一下 回想让家里的人健康 平安 孩子大小 大家平安 这件简单的事 阿嬷十几年来都始终如一 她的自律让我钦佩 当初她搬来桃园 就是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 后来我上学了 妈妈鼓励她出来做志工 于是阿嬷从小家 开始照顾大家 阿嬷做完福天志工 就开着小车去买菜 然后回家料理我们的早餐 不管是大家 或是小家 她一直都照顾得好好的 除此之外 阿嬷还有第三个家 就是福气环保站 环保站以前在靖司堂的户外停车场 几年前惊人抗议 不得已搬到半山上 虽然这让环保志工出路变得很辛苦 但为了地球这个家 他们不辞劳苦为大家祭福 我是王朝成 她是我的阿嬷 王王宝珠 今年81岁 虽然她说自己没做什么 但是一辈子用心照顾每个家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你说对吗 朱州市地震后124小时 奇迹生还的90多岁老奶奶送医治疗后 恢复状况不错 负责救助这名高龄妇人的医师说 长时间受困在瓦礼堆中的人一旦获救 有可能出现身体状况突然恶化的挤压症后群 也就是身体长时间受到压迫 导致肌肉组织缺血缺氧 造成创伤性恒纹肌溶解 可能出现肌肉组织坏死 引发急性肾衰竭甚至死亡 所以在搜救活动进行同时 必须配合采取医疗处置 医师在被妥必要药物等情况下 跟搜救队合作无间的完成救援任务 医师表示是非常罕见案例 日本首相安庭文雄 7号把这次强症指定为特定非常灾害 让受灾者适用行政上特殊措施 他在对策本部会议上也特别提到 90多岁阿嬷受困120多小时获救 以此来鼓励救援人员 不要放弃任何希望 继续拼命搜救 大海新闻与方编译 大雪般的天气也在美国肆虐 今年入冬后第一场冬季风暴 正席卷美国的东北部 狂风暴雨还有大雪 造成了道路结冰停电的灾情 整体冲击到超过2500万人 道路和车辆通通都被大雪覆盖 民众是忙着铲雪 否则通行都有困难 根据CNN的报道 从周末开始的这一场冬季风暴 除了纽约市 新泽西 滨州 麻州 一路到五大湖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雪 其中麻州的降雪量部分已经超过了30公分了 紧接着还有另外一场更强大的风暴 即将要报道 会持续的影响到美东以及中部一带 呼吁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戒 至于这场雪崩 则是发生在意大利靠近瑞士边境的阿尔卑斯山脉 两个人不幸丧命 雪崩发生是在海拔大约是2200公尺高度 搜救队员冒着强风搭直升机抵达 在救难犬协助之下 已经寻获了两名罹难者的遗体 其中一位被埋在雪中 另一位则是在湖底被发现 两人身份都没有公布 镜头回到台湾 此季各地的岁目祝福 也是与社区民众结好元的时刻 还能够感受到一股又一股爱与善的流转 叮叮当当 善念汇聚 大大的爱心转不停 杨先生带着布袋来响应 感恩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遇见此季 以后他还要做更多 以后将来受众之神 然后把捐赠给我 做更多的医学上可以帮助更多人 心态联络处举办社区岁目祝福 不只是听到爱的回响 透过戏剧 启发善念 舒适互生 大人小孩都有共事 人类是万物之灵 所以他不应该杀取别人的生命 而延续自己的生命 与都基隆细语绵绵绵 民众热心包车来参谕 基隆进司堂第一次穿鞋 进入会场 志工担心地板失滑特地铺上止滑垫 厕所福田志工更是勤擦地板 来来回回好几趟 还好我们就是以鼓舞人众为目标 所以我不会想那么多 两天的活动 共共有两千多人参加 相机制工包饭团 煮面线糊 用美味的温情来迎接 要教我们的肥状 让他们吃一个热热 又感觉说 回来我们家的感觉说 怎么能不能吃热热 很温暖 我们第一次来 吃了第二碗 新殿进司堂同样座物虚席 邀请社区艺文团体来表演 愉合舞云表演敦煌佛舞 兼聚佛典与古典乐曲 连续两年都受药 里面的这些仙女们 一听到吃鸡邀请 每天都很开心 因为吃鸡这么大的一个慈善机构 这么好的一个团体 我们有幸可以参与 这是我们的荣幸 大海新闻 这上米志工综合报道 一起来关心今天下午过后 各地的天气状况 北北基 桃园 新竹 苗栗 今天的降雨几率都偏高 40%到50% 高低温14到19度之间 中部地区中张头加戒云林 今天都是多云天气 高温落在19到20度之间 至于在南部地区 今天温度稍微缓和了 有20到23度左右 花东地区今天是英时多云天气 至于在澎湖金门马祖 高温12到18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 大爱午安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大爱剧场《草山春辉》 我是刘芳瑜 我们明天见 大爱剧场